爺爺只是給我選他喜歡的玩具 爺爺經常叫我包容表兄弟姊妹和他分享我的玩具 爺爺把我相簿裏面的媽媽全部剪下來 爺爺爺為了想演他的木偶劇 把電線弄爛了 我們經常叫中央是爺爺 他就用了這個比喻去說 兩爺孫可能是一個家中的關係 武具精緻題材80後自知畫廊推本土藝術 面對社會不公有人選擇勇武 有人選擇和李飛 他選了藝術 為何有些人堅持自己要做豬 為何堅持不去睡醒 堅持要做一個夢 其實是作為我們藝術這件事 其實是有責任叫醒他們 陳玉恒本身在劇團做事 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讀戲劇 散魂那年回來香港 見到旺角這個堂樓單位放租 我小時候其實住在這個單位 如果我要開展一個我的事業 我要認真看待它 我就希望回到單位 最初和幾個朋友搞創作室 但一個又一個退估 現在剩下他搞Gallery 有些外國有質素的藝術 但我堅持不做 我只是堅持做香港人 說香港大部分畫廊都很少香港人作品 想將本通藝術推向世界 沒有大水後畫又不是什麼大作 經營起上來真的困難重重 如果只是為錢的話 我不做這裏 不如去賺食套國 甚至去炒股 為了推廣香港藝術 除了參加畫展 他又主動聯絡香港畫家 在他的畫廊開畫展 說這輯我不喜歡我爺爺的畫家 就是其中一個 他十歲時移民去加拿大 但其實這也是正正一個好的機會 讓人看到 究竟移左文的一班朋友仔 他們怎樣看香港現在發生的事 說他揀畫不會避開政治題材的作品 因為藝術是應該反映時代的 自然而言 microsoft